第158章 青丰山渊源 金玄师兄 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你我可以解决的了 罗亦凡截杀叶熙文的事情随后我会上报长老议会 就算叶熙文真有嫌疑 也有刑罚殿的长老管 也轮不到你 林展天冷冷的说道 是不是时间有些久了 有些人以为我们青丰山一脉 就好欺负了 我们走吧 林展天对着叶熙文说道 叶熙文没有犹豫 跟着林展天踏着红光离开了 看着两人离去的身影 罗亦凡气得脸色发青 他从来没有这么恨过一个人 一定要将这个人碎尸万段 全部杀死 一旁的金玄 长老脸色也不好看 盘算着对策 这次的事情闹到了长老会上面去了 只怕没那么简单就能收场 叶熙文踏着红光 跟着林展天的身后 不急不徐 两人很快就掠过了非常远的距离 叶熙文 你真的让我刮目相看了 林展天转过身 说道 叶熙文笑笑 难得的露出了几分腼腆的神色 林展天是他的长辈 而且似乎和他父亲的关系也是非常好 还几次三番的帮助他 因此叶熙文在他面前反倒是放松的很 没有了在别人面前的提防 更何况林展天还几次三番的救了叶熙文 我也没有想到 叶熙文说道 这道也不是瞎说 他确实也没有想到 能在磨煞境之中 修炼到了这样的地步 简直远远超过了他的意料之外 虽然还没踏上真道 不过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踏上真道的 之前听你父亲说 你突然开窍了 没想到你能在短短时间内修为一路突破 林展天笑着说道 传闻古人有一日顿悟而白日飞生的事情 以前只当成是神话传说 不过现在看到你了之后 我突然相信或许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 叶熙文笑笑 没有说话 因为他自己知道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开窍 而是脑海中多了一个神秘空间 而这个空间才是他能够一路突飞猛进的修炼的根本原因 不过当初和父亲随口说的开窍的说法 却成了最好的掩饰的借口 虽然说开窍这种事情一般人很难理解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玄之又玄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开窍这种事情他们难以想象 但是却也不会去否定 这是你的福气 你要好好珍惜 林展天说道 不过尽管放开手去做吧 只要你认为是对的事情 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没有死绝 多少还能为你们这些小辈提供一些庇护 叶西文笑笑 林展天才一百多岁 对于真道高手来说 才不过是刚刚开始人生而已 就如同一般人眼中的二十多岁是差不多的 不过林展天才一百多岁 就能修炼到真道三重巅峰 也可以称得上是精彩绝艳了 随着叶西文的战斗力一路飙升到了真道境界 叶西文对于真道境界也不是以往那般的模糊了 以往对于叶西文来说 那些真道的高手都是一样的高深莫测 很难分辨其中的强弱 但是现在对于叶西文来说 却没有那么高深莫测了 起码叶西文能分辨了 以前叶西文一直以为青丰山分宗的宗主林展天 不过是仙天境界罢了 最多不过是仙天九重巅峰罢了 但是这次真正能看透的时候 才发现 林展天非但是真道高手 更是真道三重巅峰的超级高手 比起那金玄长老还要强上不少 所以看到林展天过来 金玄长老就很识趣的不动手了 不是觉得自己不对 只是因为他很明白 自己绝对不是林展天的对手 这段时间 你弄了不小的动静 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 林展天对于叶西文这段时间闹出的动静很清楚 对于老友的幼子 他非常关注 更何况叶西文这么能折腾 他想不关注都不行 不过他根本就都没有放在心上 只要你表现出足够的潜力 为宗门立下足够的功劳 罗家的人也拿你没什么办法 叶西文点点头 他也是这个看法 一元宗中最看重的就是天分和能力 还有实力 罗一凡敢这么横行无忌 不就是因为他自身的实力吗 现在叶西文也一样体现除了足够的天分和实力 宗门就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有宗门的关注 罗家自然不会那么肆无忌惮了 也是我的疏忽 没有和你说清楚 没想到你的实力进步的这么快 居然能达到这个级别了 林展天说道 我们青丰山一脉 虽然不算很强 但是却也是有一些势力的 我们青丰山一脉的一位祖师 现在就是在太上长老团之中 叶西文一愣 没想到 青丰山分宗居然有一位太上长老祖师 这倒是远远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了 要知道 太上长老数目很少 逐多分宗之中 也不是每一个都有太上长老级别的祖师的 除了三大分宗之外 也就只有五六个有 这些毫无例外的都是分宗之中最为强大的一批 而青丰山分宗在逐多分宗之中 都只能算是中等靠后的 所以叶西文根本没有想过会有太上长老级别的祖师 不过也是 如果青丰山元宗没有强大的靠山的话 又怎么保得住血缘国等这样的天才地宝呢 早就被人抢走了吧 师祖他老人家 对于你的表现非常的满意 林展天说道 罗家的人 这些年都嚣张的过了头了点 你就去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 别说你占理 不占理又如何 罗家的人不好惹 我们青丰山一脉的就是软柿子吗 林展天淡淡的说道 但是语气中却是不容置疑的霸道 护短 青丰山一脉的人 别说没错 错了又如何 那也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 更别说这么肆无忌惮的对青丰山一脉的弟子动手了 一元宗纵横交错着一个一个的组织和派系 弟子之间自己组织的派系也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还有包括分属十大主封的关系啊 还有各个分宗之间的关系啊 等等 叶熙文出身青丰山分宗 这个烙印即便是进了总宗也不会有什么更改 他是总宗的弟子 同时也是青丰山分宗的弟子 享受着青丰山前辈的庇佑 同时也承担着要庇佑着后辈的责任 种种关系错综复杂 要当掌门就得将很多的时间花费在梳理这些关系王 调节这些派系之间的矛盾之中 叶熙文可不详以后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其中 之前还想让你们自由成长 因为你们还没到需要参合进来的时候 不过你现在可以提前接触到这个部分了 正好提前带你去拜见祖师 林展天说道 你是不是很奇怪 我们一脉和外表表现的不一样 林展天看着叶熙文 似乎是知道了叶熙文在想什么一般 有些感慨 当年他和叶熙文一般无二 当得知自己这一脉的强势的时候 也是一样异常的惊诧 一元宗还有很多他们所不知道的秘密 我们这一脉比较特别 和其他的都不一样 一贯以来都比较的低调 林展天笑着说道 所以外面的人都不太知道我们这一脉 就连我们清风山自己这一脉的弟子 知道的也不是很多 因为只有达到了真传弟子级别 才算是真正的我们这一脉弟子的成员 不过多数都是在时空深处修炼 出来行走的并不多 其实我们这一脉是当年元宗开山祖师 晚年收下的关门弟子所传下来的 不过我们一直以来都比较低调 这无数年下来 慢慢的也就和一般的之脉差不多了 林展天说道 见叶熙文有些疑问 林展天就给叶熙文说了一下 这一脉的渊源 当年清风山一脉的祖师 是一元宗开山祖师一元子 晚年收入门下的关门弟子 等到一城出关的时候 一元宗早已经完全被一元子的十大弟子 所牢牢掌握了 对于这个突然多出来的小师弟 一元子的十个弟子都不是非常的欢迎 毕竟他要是加入进来的话 肯定要打乱现有的局面 这并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 清风山一脉的祖师既是不愿意和师兄们起冲突 同时也是对争权夺利没什么兴趣 便离开总宗 在清风山立下了一脉 传下了道统 作为一元宗的分支存在 就这样一直到了现在 叶熙文也有些理解 清风山一脉不得不低调的原因 其他十个主脉 都不希望清风山一脉太过强势 来抢走他们的份额 这样下去是最好的 不过叶熙文也终于明白 难怪清风山一元宗看着并不起眼 但是却能有着血缘果这样的天才地宝